去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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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 去我家 去我家 妈 去我家 我给你养老 妈 去我家 我给你养老 我是儿子 妈应该去我家 我是老二 妈更爱我 去我家 去我家 我家 我家 去我家 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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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二老三 你们干什么呢 大姐回来了 是这样的 我想把妈接到我家去 去什么你家呀 去我家 大姐 我想把妈接我家去 二姐 你这天天打麻将 又不会做饭 你把妈接到你家去 是想让妈照顾你吧 你老婆一个月 也做不上你一顿饭 你要把妈接到你家去 那不也得受窝囊气啊 妈 你呢 你是怎么想的 你到底想上谁家呀 老大 我谁都不想跟着去 我就想跟着你 咱娘俩慢慢过吧 老二 老三 你们也听见了 妈说的 哪都不想去 要不然 就让妈留下来 我照顾妈 大姐 你说这话 我看你也是冲着咱妈 这二十万征地款来的吧 就是 你肯定奔这二十万来的 她在那假装说照顾妈 大姐 你别装了 你一直照顾妈 不就是等着这钱的吗 妈 您看 这老二老三 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你看看 这个钱 你是怎么分吧 对呀妈 这钱到底怎么分 你说句话呀 对呀妈 这个钱怎么分 怎么分 老大 自从我上次生病 都是你在家来照顾我 这个钱怎么分呢 你说了算吧 那既然这样 妈 你这些钱就给我吧 行啊大姐 妈给你钱 你还真敢拿呀 小弟 这十万 给你吧 大姐 你怎么只给老三 我呢 这十万给你 老大 你把钱都给他们了 你呢 妈 这个钱啊 我不要 那谁来照顾我 谁给我养老啊 妈 我来照顾你 我给你养老啊 哎 大姐 这话可是你说的 我们可没有逼你啊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啊 大姐 我下午还约了朋友打麻将 那个 我就先走了啊 钱拿到了吗 拿到了 拿到了 来 老大 你太傻了 他们哪是来接我的 就是来取钱的 妈 就让他们取呗 您别跟他们生气 老板老板 亲秘书 你怎么来了 什么事啊 哎 大姐 那大姐都是当老板的人呢 怎么不能因为这十万块钱 把关系搞僵了啊 这万一以后有什么好事 该不想的咱们了 对 咱得想办法把这钱还回去 哎 大姐 我刚才跟我二姐 我们两个商量了一下 这个钱是妈的养老钱 我们俩怎么能拿呢 这个还是得给你 对对对 你拿着 老二 老三 我不缺这个钱 这个钱呢 你们拿回去吧 还有 以后 妈养老这儿 就归我了 跟你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大姐 你这都当大老板的人了 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 这钱 你还是拿着吧 老二 老三 我刚才已经说的够清楚了 妈养老这儿 归我管 跟你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个钱 你们要就要 不要就给我拿回来 老大 他们本来就不孝顺 现在妈手里没有钱了 以后更指望不上他们了 妈 百善孝文贤 您不是还有我这个养女的吗 你放心 以后啊 我一定好好孝敬你 孩子 你一分钱都没有奋斗 你不委屈吗 妈 委屈什么呀 我不委屈 这父母在 人生 人生尚有来处 这父母去 人生 只剩归途 这俗话说 有车有房 不如 有爹 有娘 那过去的声 老老心里花 妈妈 优优独播剧场—— google